先講到打開心結 有個人就答說 我跟聖經講 去做吧 不要生氣人 去做 我想講這個很重要 這個動作是對的 重要的是那個恩典 那個恩典是什麼呢 神一定幫我的 恩典是什麼呢 神在前面 我們在後面 而那個中間是幫助或者施恩祝福的 神會欣賞我愛祂的 祂會祝福我的 祂會為我預備眼睛未能看見的東西 所以我跟祂的路去走 祂有能力可以改變事情 就是那個恩典推動 我們不是說 你要處理生命 那你不要生氣人 你要祈禱 你要遵從神 你要悔改 這些全部都對的 沒錯的 遵從是對的 那個問題就是動力 所以如果我們 跟自己講和跟別人講 我都鼓勵大家可以這樣說 神很想幫我的 祂已經有方法幫我的了 聖靈又推動我去幫助我的 聖靈又提醒我的 祂又加力給我 當我一依靠祂 第一種恩典是我未依靠祂的時候 祂已經給我的 第二種恩典是我依靠祂的時候 祂就加力給我了 祂就給我聰明智慧了 那我就有能力放手了 有時未放手 我們親近神 神會感動我們 神的同情會令到我們的心鬆一點 祈禱 心輕鬆了 舒服了 就是神將我們重甘釋放 就是神 說多些神做什麼 那為什麼用多些恩典呢 多些恩典就讓我們知道 第一 有神愛我們 有神體重 和祂去幫助我們 變成我們的心 不是一種壓力要去做 而是輕省去做 那更加容易釋放 為什麼 只是律法很難釋放呢 例如這樣 有個人很煩 我要遙書 神啊你幫我遙書 我要遙書 不過我遙書不了 真的 很慘啊 很辛苦 很難遙書 怎麼辦 這樣很辛苦的 但是當祂說 神都赦免我很多罪了 我作罪人的時候 讓耶穌為我死了 神又感動我 帶領我們 我一聽祂說 祂有多歡喜 祂有加力給我 那我就要力量去遙書 我一遙書 神又很歡喜 神又祝福我 總是 說到神做什麼 來幫我們 和欣賞我們加力 而這個恩典 是有些是 我們未信耶穌之前有 我們未改變之前有 又去改變我們 等我們遵從 我們一遵從 又更加有 當我們一聽話的時候 最後兩句 就是聖經都是恩典推動 譬如聖經說 你不要擔心 耶穌不是說 你不要擔心 他說天父已經知了你的困難 祂已經為你 祂會照顧麻雀和百合花 所以祂都會照顧你 你先求神的國 使一切都給你 即是神已經為你預備 神提醒我們任何事情去做的時候 祂都說到了 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神已經有恩典給你的 神在你裏面不斷做功 不斷感動 聖經有很多說到恩典的 是我們愛祂的 祂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以當未曾聽見的恩典 那那些恩典 是不是你愛祂的時候 祂才預備呢 其實不是的 已經預備好了 不過你愛的時候 就可以領受到了 其實有很多恩典 神已經是未愛祂的時候 已經有了 我們未信耶穌 神已經感動我們信耶穌 我們一信耶穌 都未懂得改變 神就開始帶領我們了 開始拖大我們 讓我們去悔改了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原來神是一個 時時拖大加力陪伴的神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神 做人是很不同的 如果做人是 耶穌救了我們 耶穌就在天上睡覺 你們各個自己做好了 好自為之 你做得好 將來你去天堂做不好 就沒得去 如果是這樣 就很慘 就是你自己搞定 但是神是一個 祂一直帶我們 從頭到尾 祂是創始成終的耶穌 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怎麼樣 就好像婚姻一樣的 如果婚姻裡面 經常都說 哎呀 我要做什麼 我又要洗碗 又要煮飯 又要什麼 又要照顧祂 祂又暗暗尋仇 我又要不要給祂影響 如果經常都是這樣 這樣 那個婚姻是很辛苦的 即是叫勞苦 辛苦的 但是如果 那個婚姻裡面 是對方經常愛自己的 於是很樂意去做 這個就是神想我們的關係 就不是好像 我又要祈禱 我要悔改 我要這樣 那樣 是吧 神這麼多禮物 於是呢 我是很樂意去做 因為神就好像 很疼愛我們的丈夫 或者太太 她是很多恩典的 我一聽話 她都不知道 開心到不得了的 我們應該看沒有 我們應該看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